七國集團聯合領導人將於本月19至21日 在日本廣島舉行峰會 據《日經亞洲》的報導 七國集團預計在峰會後發表公告 警告北京不要使用經濟脅迫或使用武力 單方面改變世界現象 有關警告是針對中共加強軍力建設 控制關鍵生產原材料 還有新興經濟體陷入一帶一路債無陷阱等議題 據悉公告將延續4月份 七國集團外長會議後發表的聯合聲明中的內容 當時外長警告北京採取負責任的行動 亦經亞洲表示 此舉可能是希望透過更高級別的外交 令警告更具效力 根據一份日本防衛白皮書顯示 中共的軍費開支在過去30年增長了39倍 核武庫也在不斷擴大 同時中共領導人習近平稱不排除使用武力統一台灣 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 亞洲國家擔心東亞可能出現類似被侵略的情況 另外有關公告預計將重申中共在南海、東海、台灣 以及尖角列島等問題上的嚴重關切